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 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 分别是健康生活、社会透时和空中花园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又到我们的健康生活环节了 Hello,大家好 大家好,Ruzena 你这么多这几天,特别热 是呀,每天都超过100度 我觉得有点辛苦 在家里面这么辛苦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外面还要做运动 你会不会捱得住呢 是啊,因为好像昨天来说 我开车,因为我昨天放假 我一上车就104度 哇,真是辛苦 但我又想做运动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什么提示可以给亭众 我又想做运动,但外面很热 我们都要注意一下 我想可能第一就是要看一下 要做运动的时间 就是不要在最热的时间 那早上最热的时间是10点开始 到下午3点 最好尽量避免 不要在室外做运动 那或者你是早一点做 或者是黄昏做 那会好一些,起码太阳没那么猛烈 我告诉你我的经验 我最近跟我的同工放了班 5点半 5点半的天气都很好 那我就去hiking 就5点半 拿到hiking的地方就5点45分 接着就一直去那个是inclined的 斜路 斜路的 一路都是这样 差不多三米都有 如果真的下跌就很快了 那过程就差不多了一个半钟 哇,我刚上个星期三 哇,我差点暈倒了 我就想提这一点出来 就是给一些听众知道 给听众知道的提示 我知道为什么上一次这么辛苦 因为我上得太吸收 是 爬得很快 其实呢,我们不应该爬得很快 但是呢,我发觉又不可以停的 因为你一定有个momentum 你一路走上去的时候呢 如果你停一会 再走回去就会很辛苦 是 所以呢,你一旦就要slow down 是,就是不要一口气那样 冲上去 是,我就不知道那一口气呢 就是,我们有5、6个女孩 一起走上去 那差不多每个都是那个speed的 那我就没有停到 那又是走得很快 走一会觉得我喘不了气了 可能我太多这个二氧化弹气敷出来 吸不到这个 是,平衡到和吸入的氧 是,氧气 所以我开始就觉得透了一点 是,是 那我又想告诉听众知道 如果你行山的时候呢 真的觉得一点不舒服 就正常要stop了 是 不要继续 是 是,不然你会很危险 这是我上个星期的经验 想告诉大家 那除了注意运动的时间之外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 好像说真的 那段时间呢 就10点到3点的时间呢 就最好避免 就不要去户外的啦 如果你真的需要呢 我们一定要穿一些很 轻松伸 松伸 而且要light color的 填色的 appeared 没有穿 tidak bij澜的暗炒 就是吸热啦 是的 是不是 那你越走越热 是不是 还有除了衣服之外 最好戴下帽、太陽眼鏡 注意一下或者塗些防曬 有時你覺得太陽不猛 其實它的UV的指數還是很高的 是啊 我想最低的 最低的也要45的 是啊 我想30以上 都可以接受到的 最好就塗 不要以為太陽收了 UV的指數是低了 有時也未必的 塗就好一點 你記得我們很早期都說過這個防曬的指數 再提醒一下聽眾 How often 我們要塗多少次 就是塗多少次再再塗 就是如果你當時不是出汗的 我想都要幾個小時就要再塗的了 我想起碼三、四個小時 如果你是一直流汗的 可能還要頻密一點 可能一個小時或者45分鐘 可能就要塗了 是不是 不是說一天早上都塗了 就全天都受到保護 就是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所以其實要隨身帶出街的 除了這個提示之外 如果你出外去運動 或者做其他事情 都要喝水的 水都很重要的 但是就不是頸看時喝 你是未出動去做運動之前就要喝定 是的 那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就要不停地補充你的水分 但是回到家之後 也都要再補充 所以如果你到你口渴 覺得乾的時候喝 已經太遲了 Maria 你知不知道其實我的人體裏面 流的汗出來 不是水來的 是有其他的 鹽份 有鹽份 叫做Electrolite 是的 如果你身體裏面沒有了這個 不夠這個鹽份的時候 變得低鹽的時候 會影響你身體 覺得是light headache 有少少頭暈 還有手軟腳軟 手軟腳軟 還有作吐作滿的 因為你這樣流汗的時候 你就缺了這個sodium在身體裏面 是鹽份 所以有很多的運動家 他們走那些marathon 那些長途跑 是喝 他們不是喝白水的 他們喝一些Electrolite的水 是的 即是那些sport drink 但是就選的時候 注意不要選一些糖分高的 即選一些沒有糖那些 還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未 譬如說我想明天去hiking 去爬山的 或者去游泳的 或者某某運動 我們都要檢查一下那個天氣 過熱或者都是不要去 又或者是太曬的 或者是太乾太熱 都是要注意一下 或者要做好準備功夫出去的時候 是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因個人一身體而定 就是最主要我們要listen to your body 在我們的身體裏面怎麼反應出來 沒錯 OK 希望這些提示 我們幫助聽眾 在這麽嚴密的天氣下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OK 拜拜 來到社會透視的時間 我是Ciso 美國幾個重要城市附近有大型的雷暴 連續很多個小時之後 又造成全國飛機航班大混亂了 半年之前是因為大雪和之後的極度嚴寒天氣 就搞到很多人去不到他們聖誕想去的地方 三四日之後 多數航空公司回復正常 但是西南航空就發生系統性大崩潰 在公司還未擴張之前建立的陳舊電腦系統 完全掌握不到機師和空中服務員去哪裡 要打電話向公司報告身處何方的機組人員 又打不進電話 就沒辦法被安排航班工作 事後公司總裁 要就十幾年沒有改革資訊系統 向全世界道歉 幾個月前 聯邦航空局已經向各大航空公司警告 叫他們減少大紐約都匯區的暑假航班 因為FAA 的 ATC 人手不足 尤其是紐約Tracon 專門負責紐約區域各大機場的進場和離場交通 而這一項工作 是全美國最複雜的航空交通控制 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完成訓練 而在COVID 期間 又有大量控制者退休 航空公司是有減班的 但是一場旅報仍然會打亂一切 尤其是紐約機場和那裡最多班次的聯合航空 前個星期的情況就導致 United 出現半年前類似 Southwax 般的混亂 United 的總裁就公開說 是 FAA 嚴重控制流量措施造成混亂 但後來又向員工詳細解釋混亂的原因 還說雖然 United 的資訊科技是業界一流 但仍然應付不到那天航班 Disruption 引發機組人員 不知道去哪裏造成的資訊流量 而旅客要改要取消航班的話 其實除了令飛機很滿或很少人之外 亦對酒店房間和租車還車都會造成影響 所以暑假旺季旅行一定要有所準備 就像坐遊輪那樣 不能遇到太緊那天幾個小時前才到 如果遇到航班取消 不要只是機場排隊 一定要用盡各種方法 一邊排隊一邊上網上APP打電話 才可以爭取到最好的安排 各位聽眾早晨 美根天早晨 你們好 各位聽眾早晨 美根牧師早晨 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 保羅在安提安工作做了一段時期之後 他就向他的同工提出 他想再做一次報道的行程 他對巴拿巴說 我們可以回去從事我們傳福音的城市 看看那裏的弟兄現在的警方是怎樣 是啊 當保羅和巴拿巴兩個念念不忘 因為這些身近接觸福音的人 是他們最渴望再次見到他們的面 保羅始終懷著這種掛念的心情 甚至他已經遠離了他早期服務的傳道地點 他仍然一心極希望勸勉那些信徒 盡忠 敬畏上帝 得以誠聖 保羅不斷地努力幫助他們成為獨立、獨行 而進步的基督徒 使他們信心光強、熱心刺裂、全心全意 來獻身給上帝 努力地推進上帝的角度 巴拿巴諾爾和保羅同行 但他希望能把馬可也帶去 因為馬可最次決定獻身傳道 但保羅反對這件事 他拒絕 再帶一個在他們第一次行程當中 當他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這個人就離開他們 保羅不能原諒馬可的弱點 因為他在他們工作時 離棄工作而回家享受安樂 他強調有這樣缺少了危力的人 是不夠資格做這種工作 因為他們需要忍耐、黑己、勇敢、献身、忠信 甚至必要時會犧牲自己生命 因為這件事 保羅和巴拿巴竟然發生了很尖銳的爭執 就是這樣他們就分開了 後者就依照自己確信 所以他就帶和馬可一起同行 所以巴拿巴就帶馬可坐船去居比路 保羅就簡算了西拉和他一起出去 蒙朝的弟兄當中 他們都在上帝的恩當中教導他們 保羅和西拉走遍了敘利亞和基利加一帶 堅固了所有的教會 最後來到呂高尼省的特比和路斯德 從前保羅被人用石頭砍打的就是在路斯德 而今他又來到這個以前遭遇危險的地方 那位從起初就看到門後的上帝 用讓保羅露出他品格上的一個弱點 那是受試驗的使徒 可以看到自己並沒有什麼可誇的 甚至連最好的人如果只靠自己也會犯錯誤 上帝看到將來必定有人大受欺騙 將上帝獨有崇高的特權 給了保羅和他虛偽的繼承人 保羅急切要知道 那些過去因為他工作而接受福音的人 是不是還經得起信仰的考驗 結果他沒有失望 因為他發現路斯德的信徒 雖然在劇烈的反對下 仍然堅定不疑 在這裏保羅遇到提摩泰 提摩泰曾目睹保羅初次訪問路斯德時 所遭受的負擔 而在那個時候所受的印象 竟因時光的消逝而越來越加深 直到他看出自己有責任 完全獻身參加傳道的工作 提摩泰漢望和保羅出去做傳道的工作 現在門路開啟了 他有機會幫助保羅傳道的工作 同時保羅的同伴西拉 他原本是一個很老練的傳道人 他富有語言之靈的恩賜 但是西拉看到工作是這麼多的時候 他很心急 他需要訓練更多的人 去積極進行傳道的工作 保羅看得出提摩泰 能夠體會到傳道人工作的神聖的性質 看得出他不會因為艱苦迫白而喪膽 並且提摩泰是一個落於受教的人 各位聽眾 今集時間到此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再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的Podcast App、iTunes 還有Google、Spotify、Amazon等等 而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 還可以在linguospiriter.net 的網站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facebook.com 一切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